谢谢 大家好 我是河王志 谢谢 谢谢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好帅 我知道 谢谢 知道知道 对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分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就是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 就是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卦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不叫算卦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哥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 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哥不行 这个价格 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的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 蹊跷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屈辱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住 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住在郊区 丢失的尊严 给找回来 就我现在住的是两室嘛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呢 说不行 他说你这房子 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 知道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 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 然后我就赶紧去网上 搜了一些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 肺活量大的朋友 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的干干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着 等他们玩得呼吃带喘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 新打的衣柜 趁着新鲜 多看两眼 他们说 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 谁看谁迷糊 下来 下来 逛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 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说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就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看我 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它就特别适合 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就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会尽量出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儿 有一次 憋了很久 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到阳台 有足足八米 房子这么大 悲伤不起来呀 在路上就治愈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 我的房子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 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 广志 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急 但是每一个人 都坐下了呀 你在说人事都坐下了 但是坐下之后 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的里边 你得是能蹦 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 Lewhouse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那种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就是 那个沙发 挤一挤 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看着沙发上 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 虽然坐下了 但他们的尊严还在站着 是吧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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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四爷 我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怪的想法 比如我最近就在研究一个问题 怎么才能把豆浆做得跟咖啡一样高端 他们不都是豆子加水做的吗 只不过一个是咖啡豆 一个是黄豆 咖啡能提神 但豆浆更有营养 但是现在 豆浆和咖啡的形象差距确实很大 很多人追女生 都会喝咖啡约会 但是如果我追女生 是约她去路边的早点铺 喝两杯豆浆约会 那喝完她肯定会拒绝我的 小四爷 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注重 养生的男生 你也很贴心 怕豆浆撒了 还给我套了个透明塑料袋 但是我实在不能接受像今天这样 早晨七点就来这约会 别人的恋爱深夜暧昧 我的恋爱早起排队 那怎么才能把豆浆做得高端呢 方案我都想好了 怎么营销 和国外的品牌做联名 我们也可以和知名奢侈品品牌 香奈儿联名 出一款产品 豆浆奈儿 这款豆浆的卖点就是 香 而且豆浆的产品名字也得营销 不能再叫什么 杂粮豆浆 五谷豆浆 太土辣 你看人家咖啡的名字 叫什么 拿铁 越听不懂越好 他们叫拿铁 我们叫拿法 就是高端 拿我没有一点办法 而且豆浆 还必须得有一个英文名 咖啡为什么听起来高端 因为咖啡这个名字 就是英文名 咖啡 即英语过来的 而豆浆 也得有一个英文名 就叫 豆浆 拿法豆浆 要想把豆浆做得高端 最终还是要靠品质说话 卖的最贵的咖啡 都是纯手工打造 但是我们做豆浆 要做出中国特色 他们用人工膜 我们用驴 纯驴工打造 驴给你也不能是普通的驴了 高端的驴 不是LV驴 B地驴 保定驴 而且驴的腿得长 因为拉末的时候 它要自己踢水龙头加水 因为是纯驴工打造 而且驴肯定也是要经过培训的 拉末的时候 它要先朝左转三圈 然后再朝右转三圈 然后再朝左转三圈 反复淹没三个小时 让每一颗大豆尽情绽放 如果驴 它们要按照规定转圈 比如转反了 或者多转 少转圈 那我们就多了一款产品 驴肉火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嗨 大家好 我叫王石熙 一个没有心跳的室友老师 听着吓人吗 导演也不让我这么介绍 说太吓人了 我说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个呢 是人工心脏 走电的 不需要心跳 反正说 吓人的是数学老师 关于人工心脏 我在突围赛已经讲过了 运行得很平稳 非常安全 大家别害怕 就我在这个舞台上 唯一的优势就是心不慌 我这个是持悬浮人工心脏 最怕的就是强磁场 比如像电磁炉那样的电器 我就不敢靠近 学生为了庆祝我出院 特意安排了个聚餐 在火锅店 满满一屋的电磁炉 我一看 各位这是要恩将仇报了 恨我不死 我就要走 一看大家都很失望 我说 各位 咱们将心比心 许中说 比不了 你那心那么厉害 老师不行 你就在门口吃呗 我在门口 端着他们送出来的食物 看着他们远远的举杯 和我庆祝 我当时就想 我这是报应啊 没想到有一天 能被他们连到门口发战 当老师 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坏习惯 在大家的印象中 很厉害 我这次来的时候坐火车 旁边一位阿姨 得知我是老师以后 对着自己的小孙子说 你老实点 旁边可是老师 我一看小胖跟他 挺可爱的 我说你闭嘴坐下 然后整个车厢就安静了 看下来 就是有时候老师 你要不严厉的话 真管不住学生 有一天我上课 刚画好图像 我同学们 来 看一看这断开的图像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函数 叫做分段函数 刚说到这 一个女生站起来哭了 就跑上去了 突然间 两个跟他挺好的女生 也站起来 就跟他跑了 我还问 我说 这个函数这么感人吗 不一会儿 回来一个女生跟我说 王老师你别生气啊 她和了三年的CP刚分手 听不了分和断这两个字 我问你把他给我叫回来 叫回来还没完呢 看他 我问你别哭了 没出息的样子 你停两天 老师马上讲 复合喊书 就因为我好说话 真的 学生就掌握规律了 专门挑我的课去厕所 你感觉咋来这一天 就等我这节课呢 校长就找我说 王老师你得管一管啊 再不管 你妈就上厕所 上数学课了你知道吧 我说 他醒下 我怎么拒绝他 还拒绝 你学学别的班 那老教师为什么 人家班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去看了 老教师确实厉害 学生刚一举手 啪个眼神过去 彭光下眉了 就别说学生 连我都一抖 这眼神太有用了 这个得练 然后我就回家开始练 对着镜子 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 要突然的一下 放 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 我就想 再也没有人 乘我这儿可以上厕所 敢举手 我就杀一警百 刚进教室 一个女生举手 老师 我要起厕所 学生 他听不见呢 我要去厕所 刚上课 下课干嘛来的 下课帮英语老师 批院子了 回课完了 邓尴尬了 为班级服务 我说 去吧 老师天有点黑 他能陪我一起去不 哎呀 去去去去 刷出去六个人 我说了几个句 干每一行都不容易 现在呢 因为我的伤口啊 就这个地方 还有电线 它不能愈合 水有感染的风险 不能回到教学一线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这个机器 能摘掉 重新回到课堂 毕竟 那眼神 它不能白练 谢谢各位 谢谢王时期 可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爸妈 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 有话直说的 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 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我这个岁数 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好像从小 就没有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别的小女孩 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 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 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 我妈只会说 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 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 你一听 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 要给我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 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 真的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 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唯一的好处 就是跟我爸 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 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我就是我爸 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 椅子啊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 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 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 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 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 怎么看都顺眼 你真的说 然后我的工友 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 就喜欢给我发一些 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 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 立马就给我发了一个 微信推送啊 什么细数电热毯 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 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 电热毯睡多了 会不孕不育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 这个文章一看 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 在我们北方 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育 我都不知道你们听完 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 快捷酒店的主打房型 很可能就是 温暖电热毯 主题大床房 他俩跟其他父母 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 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 我跟你们讲 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 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 对几个男人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他们单位能不能给他们 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 有没有编制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 一直花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我大老远 去外地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 啊 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 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也有 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那些年广场舞 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 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 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 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 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 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 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 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哎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 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 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哎 大家好 我感觉最近脱口秀 真的是普及了 前两天连我弟都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说哥 你能不能给我写一段脱口秀 我说你不是搞装修的吗 你讲什么脱口秀啊 我怎么着 安地暖的时候 也想着要炸场啊 后来知道 是我弟的孩子要上小学 现在都要家长面试 还要才艺表演 家长们在那儿吹管的吹管 弹琴的弹琴 我弟不才啊 憋了半天 说实在不成 我给大家铺个瓷砖吧 我给大家来一个 这个地面的找瓶 我弟现在真的是 每天都辗转反侧 天天要琢瓦 说到底是哪个艺术行业 门槛最低啊 说最好是谁 都能来上五分钟的那种 养一个孩子太难了 结婚也太难了 我现在真的觉得 就认识一个人都很难 所以现在 飞盘这么流行啊 很多人还批判 说年轻人玩飞盘 就是为了搞对象 不是真的爱运动 我现在我说 不然呢 我说你玩狼人杀 秘识逃脱 不这也都有社交属性吗 你真喜欢动脑子 你得家里坐高速 不就得了吗 逃脱什么你逃脱 行程码的给你系着呢 而且玩飞盘 真的是很快乐 十几个人 男女搭配 然后奔跑当中 其乐融融 上一个 及其所有这些元素的运动 还是丢手卷 我第一次玩飞盘 我还很腼腆 一个微信号都没要 教练都也看傻了 你是真热爱啊 还真在这锻炼呢 你挺纯粹啊 去夜店 也是因为喜欢音乐呗 认识一个人难 社交里面了解一个人更难 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真正的缺点 大家承认都是那种好缺点 都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因为我最大的缺点 就是工作起来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总是光顾着自己努力 忘了帮助我的同事们 一起进步 我说你要是这么说 我现在脱口秀最大的问题 就是耿泰密 不给观众喘息的机会 你看录这个节目也是 我老感觉 我最假的时候 就是我录真人秀的时候 都是在观战间里 我说什么泡玩意儿 也四灯 然后说 怎么还开着麦呢 我们校伙文化 永远都是一家人 我真的 我拍过一次真人秀 我就了解了 八台摄像机对着我 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被洗涤了 我感觉我就是伏地魔 我也得开始伏老胎的过马路 我这魔杖子送给大娘当拐棍了 我说大娘 没事您就主着我这个 不趁手的话 这还能再变长 现在别人问我性格缺陷 我永远都回答 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 这缺点真是绝了 就你很难想象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这么一个大公无私的缺点 谁不想跟一个讨好型人格当朋友 你看着他一点点丧失自我 像一个老黄牛一样 被其他人默默地奉献 周末你在家里睡懒觉呢 他偷偷溜进你家门 帮你把地给蹲了 一边蹲一边在那 我可得轻点干 可别把他给吵醒了 而且讨好型人格最神奇的一点 就是你一条条队 每一条都觉得是在说自己 容易吃亏 总是为他人着想 所有人都在那转发 说我就是这样 总是为他人无尽地付出 失去了做自己的机会 但是你看 真正严肃的那些社会问题 PUA控制狂的八大特征 我就没见谁转发之后 说嘿 全中 这就是社会学奇迹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 是讨好型人格 但没有一个人 感觉自己在生活中 真的被讨好过 这真是神啊 爱不会凭空消失 但是讨好会 其实老实讲 真的 就如果说我有的选 我真的想活在一个 全是讨好型人格的世界里 你想想就很美好 上班迟到了 领导哈哈大笑 说什么迟到不迟到了 来了就比布莱强 做个提案 PPT里给人客户 公司名字都写错了 客户赶紧拜拜手 说没事啊 就按你这名字 明天我再注册一个新公司 坐飞机 旁边的熊孩子 给所有人发完降噪耳机之后 这才彬彬有礼的 哭闹了起来 一边哭 一边拍着我的肩膀 说别着急啊 我很快 五分钟我就能哭好 最后我想说 其实在今天这么一个 你发一条微博 后面都要加八个括号 无意冒犯仅代表个人观点的时代 或许我们真的需要 冒犯和攻击少一点 讨好和赞美多一点 谢谢大家 我是佟梆兰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就是你很难想象的 节目被骂成这样 嘴还是这么硬 就还能有这种天真的愿景 我小时候考试不及格 我可不敢拿着卷子 对着我爸妈 说 我觉得你们还能更开心 其实我知道这一期节目 为什么会让大家 不是那么的快乐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太卷了 你们有这种同感吗 就是你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 我们的那种焦虑 还有忐忑 咱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小卷到大 学校里当时明明有数学课 非要上你一个奥数班 奥林匹克数学 你感觉不 这俩事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我说 边翻跟斗边做题呀 我说你怎么不把少林寺英语 也给发明出来 一边在那练一阳指 一边thank you very much 这奥数里全是这种题目 就说什么 有一个修路的工程 甲做了几天交给了乙 乙做了几天交给了饼 饼做了几天又交还给了乙 我说 老师我想把这道题交给你 现在密室逃脱都得做数学题 我跟我侄子去玩过一次 就我俩坑吃别度 半天算不明白 旁边那丧失都急了 都颤颤巍巍的都过来了 你们一向的时候 望边号了 我当年我真是 我就理解不了 就是奥林匹克数学 这个运动和学习 是怎么就结合到一起的 直到18岁那年 我终于考到了 北京体育大学的外语系 你别说 彻底结合了 要不然怎么说 你努力也是 赶早不赶晚 就你小时候 不在周末的奥数班里 做几何题 长大了就在北体 波比跳的时候练听力 所有人都在运动 我们就要那么大一个校园里 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我们他们椅子呢 他们说 同学你为什么要坐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系 叫做运动康复系 就每天为了课题研究 都我在学校里溜达 寻觅受伤的同学 有一次我是把脚给崴了 然后我和几个康复系的同学 一起叫了出来 我是疼 他们是欢疼 全都围上来 就说很标准的90度扭伤 同学 你扭我们新考里去了 扛起我就走 我以为去医务室呢 结果去他们的教室了 一边背着我 一边在哪打电话 说对 老师 我们和样本 已经在路上了 后来从北体毕业 我就成了一个英语老师 不过我发现 就我当了老师 我也很难快乐 因为我每次批评我的学生 最后受伤的都是我自己 就是绝了 就学生上课 听讲走神 我说你不认真听讲 今天下这么大雨 你爸还在楼下等着你呢 你对得起他吗 我学生上听完一愣 说老师 那是我们家司机 对了 您一会儿怎么回家呀 我说你把我放地铁口就行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想说 其实现在咱们 最需要的就是快乐 因为咱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就是延迟满足 你感觉就这么满足 从小学延迟到了大学 从大学延迟到了工作 从工作延迟到了退休 现在好了 终于迎来了延迟退休 所以在这一季的最后 我还是想祝大家快乐不止五分钟 但是最重要的是 别等到下一秒钟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我为什么要接在徐志胜后面 我先感觉脱口秀太难了 但是看到志胜那么快就谈到恋爱 让我突然觉得脱口秀值得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 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节目播出之后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 每次出门 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 现在我出门 必被人给认出来 就我现在出门 如果没有被人给认出来的话 我就不回家 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 每天至少要被两个人认出来 如果KPM没有完成的话 我就在地铁口加班 带似的玫瑰了解一下 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 就那种二房东 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 打了好多的隔断 客厅都会隔美的那种 你像你们现在住的 起码是什么三室一厅 或者两室一厅 对吧 我们家那会儿七室一走廊 隔音还特别差 我隔壁住了一个老太太 就每天早晨七点 她会准时放佛经 每次把我吵醒之后 我都特别地难受 我当时就想 上海这个生活节奏是快 佛祖来到上海七点就得上班 那时候我就特别担心 就是我们这么多屋 那个神仙他来之后 他能找得到吗 我现在就怀疑 我事业这么顺 是不是当时神仙保佑错了呀 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我奶奶也会信一些神仙 但我奶奶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念叨两句 而且我奶奶信得特别地多 特别杂 我奶奶觉得信得多了 也不吃亏嘛 就等于说 我奶奶是一个团粉 就是我奶奶家里供奉的 可能中间是观音菩萨 在旁边关公 然后在旁边是财神爷 就我奶奶那个信仰 你看到之后 你都得感慨 这是个什么神仙组合 但是最近呢 我就搬家了 搬家之后 周围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问我 这广志呀 你现在搬到了哪一个区呀 我说我搬到了舒适区 开玩笑啊 但是也确实是穷人诈富 挣到了一些钱 甚至接到了一些广告嘛 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 我甚至离爱情最近的一次 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 里面有一段感情戏 他真的找了一个 专门学表演的女生 来跟我搭戏 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 当时呢 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 相濡以沫的画面 结果拍出来 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 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能是也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男主 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 整不会了 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 就说你要甜蜜 你要温柔 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 我当时一听 还要撒娇 这个戏的尺度 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后来没有办法 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 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 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 全是帅哥美女 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生活的真相是何广志 我都不忍心告诉他 等到明年 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 生活是有多么残忍 而我又有多么美丽 挣到钱之后呢 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 当然我是属于那种 就啥也不懂 就跟风买基金 然后呢 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 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 就是我跟昌叔 我们俩 效果文化理财界的 卧龙凤厨 就别人讨论基金 都是什么 加仓补仓 我们俩讨论 这上面显示一千七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挣了一千七呀 还是说就剩一千七了 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 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 就吵了起来 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 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 仿佛在讨论 谁更好吃 就现在理财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觉得这个财 他不经理 理着理着 快理没了 我现在悟出来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理财 财不离开你 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APP 我跟大家感受就是 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 就理着理着 快给我理回郊区了 所以大家买基金 一定要谨慎 因为基金跟我一样 它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那么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买呢 当然是瓜子二手车 送车上门 试驾七天 满意了再过户 不得不说 相比较玫瑰 还是瓜子更香 是一个 GN机的博士生 在读博一 有读博的朋友吗 辍学的也算 其实也不是我想读 就是我家里面非常希望我读 因为我的家人很多都是博士 然后他们在一个大学里面工作 叫华中科技大学 有人听过吗 对 非常不错一个学校 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出生长大 生活了18年 然后没考上 大家对我教育很成功 他们真的是非常绝望 就家里全家福 本来应该是校友合影 现在是校友合我 但我家真的非常希望 我可以读博士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 生活特别久 关键是很传统的 他们催我读博的那个感觉 就像你家村里结婚一样 我回去以后 我妈就在客厅里面 一扬怪气地就跟我说 就男人吧 到年纪了 就是要读博士 你说你一个男的 你不读博士 你不会是 身体有什么问题吧 男人不读博 那就不是个完整的男人 而且他们说 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就是我们临走前 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你读完博士 知道我时常有一种错觉 就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我们家那个后 他不会是 就博士后吧 博士后 很难很难 他们还会以死相逼 你知道吗 以死相逼 就那种 就以我的死 他们跟我说 要是你以后不读博士 你死在家里 都没有人管你 但这要对我没用 因为不可能出现 以后我躺在家里 他们看见我 哎呀 可惜啊 只是个sauce 没有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而且我不想读博士 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做学术 其实是没有什么天赋的 直到我跟老师说 老师我不想读博士了 他挽留我 他说 俊啊 我见过很多聪明人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很勤奋 而且说句不该说了 你来之前呀 我们实验室已经很久 没有女孩子送过巧克力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啊 因为我嘛 就是我可能长得好看一点嘛 肯定不是因为你 控制变量法 我还是懂的 我知道我说这个东西 大家现在会觉得我很油腻 你知道吧 这个到时候在电视上播了呀 你在手机上看 这个地方可能有弹幕 开始骂我了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一般吗 酷啦 但我发现更奇怪的事情就是 大家特别喜欢那种 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是吧 我看下面有些女观众点头 嗯嗯嗯 对对对 我太喜欢了 我特别喜欢那种 没有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没有 没有帅而不自知 如果有啊 他装的 因为别人会告诉他的 你跟一个帅哥说 帅哥你长得好帅啊 啊是吗 没有吧 没有个P 这种人最虚伪的我跟你说 他表面在 啊是吗 没有吧 心里边 展开说说 做个PPT 写个论文 阐述一下 对 你这就像要求一个人 他是高而不自知的一样 你在地址上跟一个人说 哎你长得好高啊 啊是吗 也没有吧 那我先下车了 大家太喜欢那种帅哥 大家太喜欢那种 露出八块腹肌 面色很犹豫的 看向一边 一副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没穿上衣的那种帅哥 我衣服呢 大家觉得 哦他太帅了 但是如果同样一个帅哥 露出八块腹肌 他这样 二四六八 油腻 油腻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男人啊 男人已经是一个 公认非常自信的群体了 就根据过去一年 你们看到的 男人是那种 就只要有一个人 过来告诉我 长得帅 哎就一个人 不用是我喜欢的人 就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一个阿姨 过来客气一下 你好你好 这是你儿子啊 长得好帅啊 我一回心想 确实长得帅啊 阿姨怎么会骗人呢 但人光长得好看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当时摸着我的头说 啊是吗 没有吧 她还不是个博士呢 谢谢大家 我当军 大家好 我是宁静 笑 我上来呢 确实想鼓励一下 即将上场的选手们 我感觉 这要被鼓励的人是我 那么刚才呢 李淡也说了 上位去的选手呢 就是上一次 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 也就是优胜组 所以祝你们 更上一层楼 那下位去的选手呢 就是之前的这个带定组了 那我也祝你们 不要沦落成他们这样 那比赛呢 确实是特别的辛苦 你像我参加浪节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去的时候都跟我说 静姐 你可别太把这事 太当回事了 有一地比赛第二 还我说 那等一下 那个姐就是来拿第一的 谁比赛拿第二啊 再说了各位 你说去年脱口学我亚军 现在在哪呢 你看我之前上那节目就是啊 去之前呢也是 当服务员给顾客抄菜 是不是觉得特简单 可是你去了就知道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 这菜太咸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 这菜有点淡呢 我 那 那 那我就是一服务员呀 那 这个顾客的这个需求 就应该被得到满足啊 于是我就 你俩换个座 其实艺人呢 就是个职业 可是网上呢 就总有人说我 说你演员 你一天到晚的你不演戏 啊 走上什么综艺啊 下震腾什么呢 接一听就不高兴了呀 你知道吗 气得我呀 家乡话都快说出来了 嘿 关你的事情嘛 金鸡酱 白花酱 我都拿过 你还要找我证明自家嘛 总不能像脱口秀大王那样呗 就是都拿了大王了 还有每年定时 跑到这个地方 来证明自己能行 前年不行 今年行 今年 好像继续又不行了 就是忙活小半辈子 就一直证明自己 实行 实不行 其实呀 我还挺喜欢 这个地方的脱口秀演员的啊 就是那小眼镜 粉红志啊 他说他没谈过恋爱 我当时就震惊了 哎 我说 您怎么忍住的 他说 我没忍啊 是他们太能忍了 我说 嘿 恋爱这件事情 得有自信啊 你看姐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你再说了 你长得多帅啊 打着灯笼的 找不着的小眼睛 你必须得谈恋爱 要不然就向你前辈学习一下 是不是 得勇敢 勇于实践 要亲自恋爱 亲自结婚 亲自离婚 是吧 程璐 说回到事业上 那姐是超 超 超自信的 我觉得吧 一个女艺人 最重要的 绝对不是容貌 是自信 你看姐 今年都快五十了 确实笑起来 跟过去比吧 更漂亮了 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一种 旁入无人 肆无忌惮的境界 皱纹 有皱纹的地方 那表示 微笑曾在那里待过 所以啊 你们得努力了 待会儿你们越好笑 姐姐就越好看 快说回来了啊 在我们演一圈吧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 有一天 观众都有可能 会把你给 搞忘记了 所以嘛 我们要珍惜 这个舞台 珍惜观众 赠予我们的荣光 那接下来 这个舞台就是你们了 那我就不在这里 占用太久 我要到那边去给你们拍灯了 你说当姐姐多不容易啊 不光要提供荣光 还得提供灯光 谢谢大家 我是掌心有光的宁静 谢谢 谢谢